滨州青年级体育委员会主席孙艺智表示 主办方也就是滨城业余田径理事会 在举办赛事之前 没有向大马体育理事会提出申请 他也澄清这场活动并不是由州政府主催 他欲请所有单位往后举办任何的活动之前 务必要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 安全至上 另外在事故中受伤的两人 目前还在滨城中央医院加护病房留医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滨州青年级体育委员会主席孙艺智 今天召开记者会证实 由滨州业余田径协会所举办的环岛接力赛 主办单位没有向国家理事会汇报此活动 比赛也不获得州政府主催 因此这场赛事是否违规举行 还有待警方和相关单位的定夺 他透露 主办方曾经在10月10号通过电邮的方式 向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求主催 以及支持比赛的申请书 但是碍于文件不齐全 他没有签署任何支持文件 他进一步透露 主办方只购买了综合公共责任保险 并没有购买意外保险 他要求往后的任何单位 要举办活动之前 务必要提出相关的申请以策安全 户外的活动 我们不懂意外几时会发生 可是我们一定要避免 人的话就要封那个马户 另一方面 事故中受伤的16岁选手 Sam Cha 以及51岁的骑士李甫明 目前还在槟城中央医院 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还没脱离危险期 李甫明的唐姐表示 唐弟的情况依旧不乐观 NTV7 槟城 采访报报道